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既然圣枪选择了你为继承者 那么我希望能以修复者的身份 听听你为何想要圣枪的理由 然后再给你一些适切的忠告 理由 这要说到我17岁的时候 我的本名叫做葛伦赫图兹 是巴伐利亚大公爵凯尔丁赫图兹的独子 也是领国的第一继承者 哦 失敬失敬 原来葛伦阁下是出身名门的骑士贵族 令尊凯尔丁公爵曾经参加十次军之役 他的永明功绩传遍天下 父亲在收复军事坦丁宝一战时 为伊斯兰刺客的翠毒匕首所伤 当他最后被送回巴伐利亚时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 他临终之际嘱咐我 继承他的地位与遗志 从异教徒手中抢回圣枪朗吉努斯 但我的叔父不甘让我继承公爵之位 串通了父亲旧日的众臣密谋暗杀我 幸好我的老师葛梅尔先一步得到消息 半夜里带了我逃出城堡 我这才逃过一劫 古大哥 我们同行了这么久 却从未听你说起自己的过去 没想到你曾有这样的遭遇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流浪岁月 叔父生怕兼谋败露 因此他一面对外发布消息 说我过度伤心而信死 一面不断暗中派人追杀我和老师 在我们这段流浪之旅的途中 老师偶然间听到了 有关楼兰巨大力量的传说 他认为 这会是我有朝一日复国的希望 于是就和我在甘州住了下来 直到我们意外被盘沙保重所行之前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楼兰的秘密 在那之后 我就遇见了夏侯兄弟一行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葛梅尔前辈临终前所说的那一席话 原来是为了这个 是啊 身为学者的老师 憧憬楼兰的传说之力 但继承贺图兹家血统 从小学习武艺的我 更相信的是 能够让我牢牢握在手中的圣枪 而除了复国之外 寻回圣枪 也是父亲托付的遗命 这两件事对我的非凡意义 就是我之所以想要圣枪的原因 雅布斯先生 这个理由 您满意吗 我十分满意 各轮各下 我知道圣枪为何选择你为继承者了 虽然经历这么多的历练与磨难 你的心思依然长保赤子般的纯真 我相信圣枪在你的手中 必能实现当初神用他进化世界的大望 不过在将圣枪交给你之后 还有一件非告诉你不可的事情 先生请说 根据卡巴拉密仪的记载 圣枪神力并非来自于救世主的鲜血 那只是基督徒用来证明圣枪属于他们的借口 这把枪早在所罗门王的时代便已存在 所谓的圣枪朗基努斯 其实是神兽与人类对抗至高邪恶的最终武器 继承者必须以邪神的血 让圣枪的力量重生 才能证明自己拥有迟食他的资格 若没有经过这个励志仪式 圣枪只能发挥一半无道的力量 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需要去哪里寻找邪神 我又如何知道我完成了励志仪式 圣枪的继承者 这就要靠你自己去找了 若你完成了励志仪式 圣枪自然会让你知道的 我能说的就到此为止了 亚伯斯先生 多谢您的忠告 我一定会好好使用圣枪 绝对不会辱墨他的威名 我也相信如此 相信命运会为你们指引方向 我就不多啰嗦了 你们去吧 愿圣灵与你们同在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